陶生医就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这什么 我这边周围的那些 立马的标志 阶段连选了 这什么 哇操,包着点 在哪 不 在哪 春雨 你的食品嘗嘗嘗嘗嘗嘗 sigu 你吃点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机器 又说无人机了 我们现在又在这 昨天没飞成 今天又说无人机 这啥无人机啊 两天都找不着他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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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灯的话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天空中有这么多东西的 会飞的了 无针机还什么东西 飞走了 一片 像外星人一样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招之九 天津无人机事件 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把所有那个我能找到的视频 就跟大家播放 有些地方没有声音 是因为他配的音乐 我就没办法 那有不 这很显然 他来自于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环境下拍摄 那其中比较特别呢 就是在头一台连续两天了 特别就是头一天呢 有飞机已经被迫降到北京的大兴机场 那就是在天津他下不去 所以那中一开始中共的解释说是无人飞机 那无人飞机这个说法呢 不能够不能够给人们以明确答复 就是老百姓不高兴你无人飞机的说法 那这就出现了一种争论 那后来人们透过不同的把这个视频放大了 都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无人飞机 里面我看过一个基本的评价 我觉得那个人说的有道理 如果机场都是禁飞的对吧 那北京无人飞机他都也是禁飞的 一些大城市都是这样 所有机场附近无人飞机同样是禁飞的 他不是现在不是战争状态 不是乌克兰攻击莫斯科不是 所以都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是你自己的事 谁敢在天津机场上空去玩无人飞机 谁敢那只能是军方对不对 那大家能够想到就是军方 或者航空业自己的 但航空业自己的可能性不大 作为一种民用的商用的这个无人飞机 去阻止了这个在机场上造成混乱 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唯一敢去承担的恐怕只有军方 那军方用无人飞机的做法 去干扰一个机场 他到底是在进行这种测试呢 还是一种失误呢 还是什么测试的意思就是把它放到一个实际的 就是把用无人飞机去攻击机场的话 用自己的机场做试验 来作为一种彩排一种推杀盘的事的做法 我们都得想到可能朋友说 涛哥你瞎掰 这胡说不能这么 不会这么做 那保不齐的事 咱们就都给他考虑到 如果是无人飞机的话 那如果这个做法的话 从无人从这个我们看到天空上的这种飞行物呢 它不太规范 它出来的不规范 那你看不到一个头绪 如果它真的是推演沙盘的话 它一定中间有个头绪 去打仗嘛对不对 去用无人飞机去封锁这个机场嘛 这就是一个 这是我能够推断到 所以反过来说 就不应该是军方在演习 那谁的无人飞机 这就肯定没有结果 就是大家看怎么想起来都没有结果 就会回到了UFO 对吧 这个外星人 那在视频当中 更多的人讨论是外星人 在舆论当中 更多的讨论也是外星人 那涛哥怎么看 涛哥自己早就见到过 这个外星人这种飞碟在北京 我小时候我就见到过 我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在佛街 那不大 十岁左右吧 大概是 但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太深深刻了 那在家住家附近有一个煤就卖蜂窝煤的煤厂的 结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吧 八九点钟大概是 我忘了是春天是秋天 就没有那么热 然后从从西边向东边飞 三颗打一个品字形 就这么从上空飞的 那我们在北京打小就知道 北京上空不能有任何东西 所以那飞出去就品字形 这么从西向东这么飞 我就一直看着它 从我看到它之后 就一直看到它消失 那个目测的速度就可以 可以能够知道它飞没 第二次是看到的是五个 五个呢大概它排的也是这么排 排了这么个阵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是给我的印象蛮深刻的 那我现在都可以记得很清楚 那是晚上的时间 飞飞行的方向是一样 那UFO这种外星人 对涛哥来讲没有任何障碍 我认为就是真实存在 所以人认为自己就是吹牛皮了 对不对 吹牛皮我就是这天下独一腕 我觉得这是人的傻瓜 在科学上去要加以论证啊 你是傻瓜他奶奶 老傻瓜 这个东西你能论证他 他在这非让你都看不清楚他是什么 说我得用科学论证 你不蠢吗 对不对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差不多 差不多 脚肉我能跳起来 对不对 我能吃上天鹅肉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 应该在某种环境上 在一定的环境下 就是生命层面的环境下 压迫这些生命 压到人的环境中 就是那如果你承认有UFO 那UFO可以瞬间出现 瞬间消失 那这样的话 他可以在天空中飞 他可以在水里走 他可以在人间存在 在人间存在 在好莱坞就有过这样的故事 这涛哥原来都看到过内容 在制片在片场里面 出现过这个外星人 其实这都不是疑问 一点都不是疑问 在我相信在这个 好莱坞拍的很多电影当中 那些编导者本身 恐怕都有经历 只不过呢 他们出于某种原因 他们不敢公开而已 如果他没有那种经历 他根本写不出来 他写不出来 所以他有那经历 比如说涛哥他有什么经历 他人跟人对着 那外星人跟他说 你写个片子到时候挣钱 然后但是呢 你得把我写的 写成什么样 然后涛哥你开玩笑 那什么开玩笑 马斯克老说自己火星人 大家废说他不是火星人 对吧 马斯克人学科学 都说他不是火星人 他说我就是火星人 那你急疯了 你证明你是火星人 我怎么证明 我唯一证明的就是 我用我的所有的钱 才造个火箭 我把人给弄到火星上去 你放着好日子 你不过想找女人 就找女人 想吃想吃 想喝想闻 你又有钱 你怎么上火星上 你吃饱撑了干嘛去 所以实际是 现在人理解不了他 他真的就是火星人 他就这样 然后今天的人呢 肉眼凡胎 纵欲无尽 就骂他 他说是真的 你说他是胡说八道 你吃饱撑的 你就是掉胃口 说你掉什么胃口 你聋粉丝 他在X上 他自己花440亿 买完一个X 然后自己在那 自己的都加买事 自己给自己整粉丝 整了快两亿了 他靠什么外星人 去聋粉丝 神经病 就是真蠢 就是现在人真蠢 蠢呢 就等于把自己欺杂 所以你让涛克说 就是外星人 在人间到处都是 这个东西出现了 就是在破碎 其实有某种力量 在利用外星人现身 制造某些事端 让今天的普通人 带有肉身的普通人 连马斯科都玩命 跟女人造孩子 为造出 多造出这么一个 普通的肉身来 所以他儿子变成女的 给他气疯了 那是伤了他 真正伤 所以为了出这么个肉身 那个挤压 那个挤压这个 这个UFO露面 那样背后的力量 也让人看见 否定人自以为是 天下救你牛叉 你是古奶奶 你是古老爷 你能救你了 人的愚蠢 在科学之下的 愚蠢 在耽误着自己这块肉 而这块肉 马斯科 对吧 身体力行的 去造孩子 结果你现在就这块肉 你就不珍惜自己这块肉 非得种欲 其实就这么点事 你让我看 就这么点事 如果从某种讲度上说呢 有一种神佛 慈悲的力量 尽他最大可能 去唤醒所有 尚存良知 能够起码拒绝 魔鬼的 就是尚存良知的 能够认可神佛 所可能存在的 这么一份善念 这个事就这个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